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文给like 人人分享 由6月1日开始 希望大家记得赞好 颠狗日报的Facebook专页 还有每个星期 我们会重点推介两篇好闻 记得给like 还没完 还有记得叫朋友分享出去 赴二代主持 直书 卡尔 范肖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个星期的 《赴二代》 继续有我金融元人的负责人直书 大家好 继续有我卡尔 其实我和卡尔平时都一直很忙 除了应付自己工作上的事情 各方面Facebook的管理 希望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资讯等等 其实未来我们都会做一些预告 其实都会在籌备一些在课程上的东西 亦都在一些在讲座上的东西 希望有机会跟大家去见面 亦都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 一些正确的投资方法 以往在赴二代道都跟大家提过 究竟整天人说的技术分析是什么 究竟值不值得去学 如果有听到的都知道 其实就见仁见智 我们不是说要抨击某些方法 但我们都是着重价值投资 其中一个原因 我自己认为的原因 就是你投资完之后 你花了很多功夫去做回数 但其实你买得安心 就拿得放心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有很多限誉的时间 就可以做回你自己应该做的事 例如你的工作上也好 或者陪伴你的家庭 各方面 亦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投资知识 亦都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些财富 其实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炒股票 当然你很喜欢炒股票也没问题 但是你那种生活 以前都请过嘉宾上来 他都分享过一个炒家 每日的日常生活 其实都很大的付出 日常就未必花那么多时间 去陪伴到身边的人 我也是一个取舍 简单来说 我就不去说哪个方法对不对 或者究竟怎样 但是我觉得想走价值投资 走一个正确的基本分析 我觉得一起去进步会比较好些 所以今天的议题 大家都会觉得 为什么我一开始走技术分析呢 就是觉得好像很专业 然后买一两本书会提得明白 然后看完之后就很实在 然后觉得看一个年报很复杂 究竟要看什么 或者一个年报几百页 每个公司看一次 都还要决定不到买不买 那怎么办呢 所以希望在这里 开始解答一些疑难 和说一下我们平时看年报的流程是什么 或者大约会看些什么 解释一些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有个很基础很基础的概念 至少让大家知道 其实不是你想象中这么复杂的一件事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先去第一板 控制员 年报通常你看到 其实在网络上都有 现在很少 我都不知道 随便找回来 网络上 现在全部都是上一些你想看的公司的网站 都会下载到它的年报 不像以前的年代 可能你要去图书馆 或者某些地方你需要找到 现在电子化学时代 你很容易去找到 在家里都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年报 不用说很专业的人都可以找到 以前探讨过挺有趣的问题 到现在都有一些不解 究竟年报的封面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这个是有设计的 其实不是容易的 通常都不是大家好像说 下一次就是随便做东西 以前我没有见过很早年的那些 但现在基本上的年报设计 都是有所谓的IR帮我们做的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很漂亮的 其实这些东西安排得很好 它里面的设计和Cutting 全部都做得不错的 不会变得像很轻敌的走出一写字 但其实我还看到有些企业 可能设计上我不太懂 所以我看上去观感都比较一般 所以我也有些不解这件事 可能我不懂 我想问一下卡尔 一个三百多版的年报 你会看多久呢? 选择来看 选择来看 这个重点 其实三百多页基本上 就不是说真的会看完 逐页逐页由头看到 然后再慢慢分析 现在不是叫你说读书要考试 你是要在里面了解到你想要的东西 和了解到一些更多不同的资讯 是的 其实因为一份年报 几百亿这么说 其实它有不同的session 和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资料 很多时候 如果大家用心留意到 你会发现那些年报 在不同的人手上 就有不同的用途 你作为一个做股票分析 你可能看的数字更加是 它有不同的费用 是 它分成如何 当然你说你做 你不是的 你可能是借钱的 你会看他借钱给他 那我们就看负责量有多高 中间有些条件 就是它现在借了很多东西 大家可能要看的资讯会有些不同 很视乎 究竟大家希望在年报里面 拿出什么结果 即是年报可以是一个大的Data Base 大家可以这样想 但是真实上用起来 就很视乎 究竟用那个人 他本身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目的 如果他的目的 希望是找A的 那他在内面找A出来 如果他的目的 是想找B的 那最后就是在年报里面找B出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欄 你在欄里面找些东西 是 即是我会这样去 即是听完卡尼这样说 我会有个比喻 不知道对不对 其实公司的年报 其实就是给你去了解公司 那好像你想找一个男朋友 女朋友 那现在有一份他的资料在 然后可能你每个人的宅偶要求 会有些不同 那你就可以看的资料 例如我对另一半的性格 是很重视的 那我就专注在各方面去看很多的资料 那可能我对另一半的家庭背景 或者他的工作 很有兴趣的 就会这样去了解那方面 那当然你也可以由头了解到尾 也都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可能是目的性一点 那我们可以去下一段 其实都控制了麻烦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专家的名据 那买股票最大的损失呢 就是来自那些财务状况不好的公司 所以就要仔细地研究公司的财务报表 那最基本最基本是什么呢 就是确认他不会破产 这个人大家也认识了 Peter Lynch 你得专家 你得专家 他就很出名的一家公司 就是富达 里面出了名的Star PM 他这么多元币 他旗下主理的基金 都要保持着一个很不错的回报 所以他在一个投资界别来说 他就是一个转期 所以其实他这番说 他在白口说出来更加有说服力 就是我们两个说出来 大家觉得都是出水而已 但有明星说出来不同一点 而且其实他说这番说话 为什么他特别要 我想要说是买股票 因为其实买股票 很多人都没有什么留意到 那家公司会不会破产 会不会出事 因为大家经常觉得 我们买完就一定会浪费 但最患的情况 其实你真的什么都会收不到 因为股票的投资者 基本上就是公司的拥有人 拥有人的话 基本上如果大家 可能对一些法律研究 或者对公司的融资研究 大家也知道 其实做得股权投资者 基本上他在如果真的清盘的时候 他在获得的索償之后 那个牌位差不多是很厚很厚的 基本上就是简单地说 你这家公司破产 你买了你里面所有的东西出去 然后你都要先还钱 是的 第一步最重要 没有记错 应该是先解决了员工的claim 这些是法律上要求的 那就是债主 债主到他很后期之后 才搞到他股权的部分 所以如果他会破产 就要他足之不抵债 那是一个很厌重的事 所以其实就要仔细地去研究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 其实这家公司能够做到上市 它破产的可能性都很低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谋误呢 不是的 其实很多大家都听过 公司如果企业管治不好 或者做数 其实很多都会做到出事 那破产 即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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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即是 以后在财务審核数的时候 更加会去留意 那这个就是 即是当年我们听过 即是一些公司上的事 都只要会出事 因为很多管治问题 都是有问题 或者很多东西 他仍然找得不好 那Lehmann就出了事 最明显就是 刚刚讲到audit方面 即是審计 大家都可能会知道 就是有四大 通常我们很多时都会 尽量找一些是四大的 相对在行业上的权威性 比较强一些 其实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原因 各方面的 今天就不在说 很详细地跟大家讲 大家基本上 希望大家知道 四大是哪四间 然后大家都会看到 如果不是四大的 在知识上 未必说 即是在年报上的知识 未必说很强的话 就可以暂时先避开了 或者是可以问一下我们的意见 究竟有没有什么要小心一点 当然我们将来出火情的时候 都会提到里面更多不同的内容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 不如一起去简单高呼一下 年报里面的一些 即是哪几个位置 那我们究竟需要不需要看呢 麻烦控制人去一下下一页 即是一开始除了目录之外 通常都会录到这个位置 我忘记中文是什么 管理层分析 讨论 就是老板说一句话 基本上 看不看呢 都会看看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然他一定有些讨论 讨论 讨论 上年有什么原因做得不好 大家看一看 你先信不信 一定会跟你解释 你先看了 做得好还是不好 他也一定有些原因 要说出来 但通常我喜欢看 又不是讨论 讨论 不好意思 解释 过去了 相信不信你也是一回事 第一个位置 但你会看看 他可能对将来的预期是什么 或者他有时会讨论一下 究竟有些 可能有些数字 是你在他里面说的时候才有的 真的有些数字 有些公司会说出来的 而你可能看财务报表 是找不到的 之间的其他部分 而他在他的session里面 他会比较 他比较数据 会比较strategic 战略性多些 可能在营运上的部分 而不是单单给一个 金融数据 一个财务数据 而是斟酌着一些营运上的表现 这些对我来说 都有它的价值 因为大家知道 你要看公司 也不只是看报表 看报表 也不只是看财务数据 因为财务数据 大家知道 其实也是一个过往的review 但在将来的前景 你很想看这家公司 本身的营运做成什么 营运做成什么 就很决定它 之后会做成什么 但我有一个问题 我身为公司的老板 我都说我们公司好 展望一定是positive 就算不positive 都会说到尽量都很好 其实这些位置又如何去留意 或者避免到 基本上它都会尽量很好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 你立刻去说那番话 坦白说 就算它不是在报表里面 就算对着很多分析师 都会说这家公司是好的 但我们可能会相信它一会 你会相信它 但是当你如果 看看有没有证据去显示到 就是跪道那样 如果它继续做不到 到以后 一定有天大家会不相信 不相信的时候 就不在短时间不相信 就应该有更加长时间 你不相信 即是好像你信用破产之后 你重新念到别人 再信你说的东西 那就要很长时间 是的 例如其实管理层 例如我第一次看这家公司 那你就先相信 但是之后继续留意的 发现它每次都说的东西 都不是真的这样去做的 你又去说什么 你都不会去信的 好像狼来了一样 是的 另一方面 其实以前范少也提过 有时为什么要去业绩法部会 另一个就是 真的见到管理层 见到他说话 被人提问的时候 他的反应 其实在文字上 你未必看到他的情绪反应 但是如果你真的见到 他回答你问题的时候 或者见到他的情况 其实他是不是真的 那么有信心呢 这个就是 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作为一个 平时在家里可以做研究的 看联報 都可以了解到 一些公司的基本情况 那我们就 那之后 看完这里之后 应该就是去到一些 数字上的东西 那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就是 刚刚开始读一些会计学 就是financial accounting 就是一定要学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income statement 是吧 那我们控制人可以去下一版 那income statement 我其实老实说 我本人以前读书 就很怕会计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logic 就很多东西要记 所以就很麻烦 那我就 没什么努力 那我就纯粹懂得看就算了 那你如果计算 我也不是很想计算 但是都 里面有很多细节上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给一个最简单的公式 就是不想逐样逐样去和大家拆解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的 就是收入减支出 那不就等于 正收入 正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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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多一点 妈妈是女润 就是道理 那听下去就是 但是我们看的时候 要留意些什么呢 其实呢 如果看income statement 大家看reference expense 这个是一个 挺简单化的一个公式 当然这样理解的事情是可以的 但其实呢 如果大家的细分income statement 有很多tricky的位置 包括这些有些会计上做转折的东西 但是比较普通的 就是大家可能会说公运价值 公运价值转变 即所谓的fair value 对 就是为什么有些所谓的公运价值呢 因为基本上在做会计上比较准质 其实可能你一些资产去定期做一个review 可能一年要做一次review 去看看资产价值 他们那时候就会用 所谓的mark to market mark to market 即是按市价去订定它的价值 所以我买了一栋楼 假设是买了一栋楼 那一栋楼你买下来 可能它本身我上年 可能我10年前买 就用10亿 假设这么说 过了5年之后 或者过了下年 可能10年前买了10亿 可能那一年 我现在买了10亿 下年突然变了15亿 一下子它又多了5亿 但这层楼还在你的资产上 你还没卖出去的 所以还没赚钱 但这些都会有一些 我们又要按市价去重新评估它的价值 是 中间这5亿 那你突然突然出来 因为它真的有多 你在一个计划的时候 你都叫做多了 叫做未兑现的回报 那些人就放了做公运价值的转变 fair credit fair credit这件事 除了刚才说的 你这些资产也很多都可以做的 这些就是一个基本的 大家看下去会看到这些点 但为何我会特别提到这件事呢 就是要说fair credit 因为fair credit这件事 大家看到刚才有留意 我说它是一个市场的重评 即是叫做re-value的价值 其实实际上你在中间是没有进化交易 你没有转印、没有买卖 你没有收到钱 其实你还没真的赚钱 但是你在那个资产上是真的多了 但是可能大家经常计的公司 有些fair credit这件事 大家可能有机会就试一下 不要留意这个数据 或者你试试把它剔走 可能你要先发现 这个真的是它营运赚到的钱 而不是那些市场可以重估的 当然你说市场重估的钱 可能它将来卖了就行了 但是这件事真的很视乎 究竟这间公司它本身是做什么的 它究竟它只不过是 会不会是它有些副业 有些工运价值的东西 帮它带一些钱的方向来 还是可能其实它不是的 它真的继续做物业的 好像你做领展 领展也很有名 领展其实它很喜欢 有些re-value的价值 当然你可以说它做将来它会赚到 但是如果你扣在现在的年报 扣了它这个公运价值 相对来说 就会更加反映到它赚到的 income 这就是可能做income statement的时候 就是刚才有个例子 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就算revenue minus expense 等于income 其实中间每一个小项 都有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 当然啦 今天这样讲 大家都未必说会很心目了解到 大约大家知道整个logic是怎样 大约要看些什么就可以了 有心学的话 就一步一步慢慢去学 找回我们 我们一定会尽我们能力去救回大家 其实我也分享过人少少 很不幸地我看过范少的Excel 他会在年报抽一些数字 做一个adjustment 就是你刚刚所讲的那些 有些项目不会看 或者他觉得自己需要做些调整 就很复杂的 就是复杂可以去到很复杂的 当时第一个问题我问他 以你的水准你要做多久呢 他回答我 他那天就五个小时左右 我觉得五个小时就很快 五个小时来讲很快 如果是我来说 一来我不会做 但是如果你说我做部做漫画 我起码都要一个星期 是 才一间公司 是 但是说他那么专业 其实每一天都会留意这么多公司 他都要用好几个钟头去慢慢去论 是 他都讲过 其实你分析公司用的时间是用很多 我们而不判断出入市 因为其实这方面是不需要怎么花时间 我们不是在股票格价上 看他的上落 而是看他的真实的价值 而去做一个判断去买一买 是 纯粹想分享凡少 因为凡少今天就不在场了 所以就可以 说一些坏话 说一下他 他平时的人生 基本上都是做各方面的估值 是 你打给他做些什么 他都可能在做估值 好了 我们除了income statement 你都要了解整个公司的一个资产 他有什么 我们会看的就是balance sheet 是 麻烦孔正去下一版 其实这个 今次的顏色复杂很多 看上去 其实也不是 就是total asset 就等于total liability 加total shareholder equity 对了 其实都是balance sheet 最重要的就是balance 有没有这么夸张的 其实也不是这么难的 就是左边还是右边 对了 这些是计算出来的 但我们看的时候要看什么呢 你意思是说 我们要留意什么item 对了要留意什么item 就是比较common要留意 就是好像刚刚 你如果逐样逐样说的 那就很复杂 但是你好像刚刚上一个income statement 就是fair value大家要清楚 对了 例如balance sheet 有什么trick位置 或者有什么我们一定要先看 我想其实balance sheet 在不同公司来看的角度 就是在不同公司 都一定有一些不同item要看的 因为每一间公司 他们的性质会有不同 他的balance sheet 出入的情况都会很大 那当然新手入门 如果你说複杂的 我都知道银行业 保险业也好 或者是科技股 这些想法可能会不同 可能是消费型的 那些新手入门的 我这么说 我们这样看 如果银行业的就会 作习原因是因为 银行业的balance sheet是调转的 和银行的所谓的收到存款 其实是一个nability 就是收钱不等于是赚钱 收钱其实是一个负债 因为它有些obligation 但是corporate就不是 简单点 我真的收钱就收钱 但其实我们看assets assets,nability,equity 这个balance sheet 最basic来说 我自己是做债出身的 本身做债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留意 就是看它的还款能力 先看债务水平 会看nability里面的debt 看debt,看loan 这些就比较特别 看debt,看loan 有时应该不是很特别 这个比较普通 你留意它长期 短期借款 有些人会用 看你用什么国家的财报 如果你用国内的 甚至会用一些 比较有趣的写法 写用不知的方法 那类就会比较有些影响 但基本上香港那些 你都看债务 都看得完 拿回来就脱一脱下 你自己的shareholder equity 这个可以有一些概念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shareholder equity 代表公司实际上 它拥有人 它应该是等于 可能我是股东 这样说 我究竟拥有了这家公司 多少的股权 这个股权其实又支持多少的债权 如果你发觉 不是的 那些债权的股权很多 因为负债重 那对这家公司 其实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坦白说 股和债 在所谓的 我们读开融资的概念 就是一个融资的渠道和工具 如果股权太低 股权太低 就是债权太多 债太多 代表你风险高 债太低 亦有人说这样不好 因为如果债的水平太低 就代表你没有借用杠杆的能力 没有提高你的leverage up 你leverage up 你就可以提高你的收益率 很视乎究竟 这些是一些高与低 就很视乎 大家可以马上看看 一个债权相对你的股权的比例 还有刚才你提到做consumer consumer是做零售行业 零售行业其实都很看一些收涨的情况 所以我的零售 零售业可能是你做 有些乳液 油奶 如果你收入仗之间 拖数情况太严重 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 accept turnover很重要 可能我们所谓有资产 可能我有100元的资产 但你100元的资产 一年滚了多少次 其实很重要 简单地说 我不用零售 我用地产 地产做一个解释 可能我有一百元的资本 我拿去买一个项目 买一个项目做 如果我的资本 可能买一百元买下去之后 我三四个月 我就可以买楼 收钱 又收回另外一百二元 八二元再投资下去 你的资产速度就快 可能立刻开第二个 但如果不是 旁边那班人 其实他们不是这样 他们拿一百元回来 他就走去 都是照样去投项目 但他要去做十个月 才可以买的 收钱的 十个月之后才收一百二元 相对来说 资产运转就差了 这些通常大家会用 一个 会用少少指导 可能你用revenue 和你自己一些asset去比一比 这些asset turnover rate 可以做一些计算的 这些就是比较 balance sheet在我们的概念来说 没有 每一个不同的行业都有不同的看 当然你说 如果每一个行业都要看一件事 只要看一件事 一定要看现金 一定要看cash cash 我们之后都会讲下cash flow方面的东西 这件事卡尔也带出了整个重点 我想刚刚一堆东西 可能本身没有什么基礎概念的听众 都未必说一听就能吸收到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一步一步来 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怕了这件事 纯粹就问一问卡尔 我数学很差 究竟我学投资的时候 我又想学体练部 究竟我数学差和体练部 会不会很大影响呢 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觉得体练部和数学差而已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年代属性用计数机 其实都是加减乘区 基本上是加减乘区 反而是敏感度 你对数字的敏感度 敏感度不代表你会计算很高深的数 反而可能是好像刚刚买菜 一个几毫 它很敏感的 诶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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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的公司 上次看好几家公司 可能看该数字差不多是这水平 但你见到另一个公司 没有减乘区 那你突然有一个感觉 忽然是这一部分重要 不应该计算一些 可能你要计算微秩分 或者计算几何的什么 其实有些熟能生效 我看得多大约都知道 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报表 其實不是那麼難掌握的東西 但它中間有很多的規條條款 那些是很刺激的 還有你用什麼方法去入帳、去做的方法 不同地區都有,它有不同的做法 還有你可能會繼續改的 因為很多不同的會計進席是不斷改變的 所以你說不斷改變之下 其實是令到大家做起來其實沒那麼用 你一定要有些時間去掌握和學習 但你主要願意學 其實你以前計算很差也沒有關係 其實我個人少少分享經驗 可能大家都要留意到卡爾也好 范少都其實他們在這方面的領域都是很專業的 我分享一些個人的方法 好像我自己那樣的 其實我都叫做識體練報 我都可以開出來看 然後不會說論 但我都會很若望我會看一次我想要的資料 你對公司有一個整個基本的了解 我都不會真的拿起計算機不停地讀的 那之後怎麼做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 你有什麼疑問呢 就找他們兩個就可以了 因為真心去講 我自己認為真是專業的部分 應該交給真是專業的人去做 你在一個求學的過程裡可以學 但有時候自己 可能你工作上什麼都好 你不是說立志成為一個很專業很專業的投資者的時候 我覺得你可以問一些專人的意見 還有你學都是好事來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說有這麼多會員 我們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進步 希望就是他們學之餘 不認識的時候就可以隨時找到卡爾和帆少去問 然後讓他們自己都去獨立 那我明白到就是其實整個技術含量 不用去到說真是去到很專業很專業 要成為一個金融工作者的分析師 但是給自己一些個人上的投資 其實是很容易就可以達到的 只要你肯給個心機去學就行了 是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時間抽空理解一下 都不錯的 我覺得這個真是有用的 是的 控制完麻煩都去一去下一版 剛剛都提到任何公司都要看的一個項目是 即是貸款 其實我們就有一個貸款叫貸款貸款 現金樓就是任何公司的重藥健康指標 這個也是名家的一個 這次又不介紹因為時間都不多 我們直接去到貸款 可以再去下一個 其實貸款貸款分三個主要的部份 就是營運現金樓 即是operating cash flow 然後就是投資現金樓 就叫什麼 investing cash flow 融資現金樓 financing cash flow 其實整個貸款就是這三個東西去組成的 是 有什麼貸款的地方呢 其實貸款是挺重要的 貸款為什麽有些人經常聽一句 貸款是貸款 貸款不單止代表我們投資的時候要保持貸款 也在公司來說 它的貸款是否健康很重要的 為什麽會有貸款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在balance sheet的入帳和現金 以及做收入income statement之間 會有一些失敗 可能這些就是來自於本身會計制度的一些規條 去入帳的方法 所以這個貸款其實大家是絕對不可以忽視的 因為它是決定了實際那間公司有多少現金樓 或者有多少現金的最後 而這三個裡面 其實三個裡面如果真的一定要看 第一個一定要看是它的營運現金樓 這個就很重中之重分 因為決定那間公司究竟真的可以透過它的營運 收多少錢 如果你說它最後這三個貸款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是可以增加100 即是多100元現金 但你會發覺其實原來它的營運現金是-50 旁邊的投資現金又-50 是融資才增加200元出來 這樣就糟糕了 因為你營運的現金率 如果你是不賺錢的這間公司 或者它的營運現金率其實也出事有問題 而中間當然它有很多細節點 我們不說為什麼它可能會負一些 但是如果長期都是不賺錢 其實大家要忍優 而投資現金通常都是負的 因為是一個投資性的形式 當然你說有些鞋頭裡面可以令它變得很靜 但其實我通常看投資現金樓 你就會當作資本開支的一個部分 即是可能我現在要建廠 我建一間廠要投資多50元 變相我就要在投資現金裡面減50 而這也是決定公司接下來要花多少 要花多少錢 都很重要的 通常一下子你現在公司的 投資現金樓就是在這個部分 你知道它是否正在投資 而最後融資現金樓 這個點也很重要的 融資現金樓其實最簡單來說 就是你去做一些股權 或者債權方面融資 收回人的錢 當然它都包括你收的錢和還的錢 都在這個現金樓裡面的 很多時候大家如果看到 融資現金樓就不停地增加 即是不停地增加 其實你看下去就覺得 嘩,好像不停地有錢進入 但大家要留意 當它不停地有錢進入的時候 其實代表它可能負債不停地增加 或者其實它可能不停地發新股 帶到更加共產 其實對大家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這三件事看下去 其實第一要先看營運 看自己的營運金樓 有兩件事就是有些輔助性 可以看得多 其實簡單來說 三個細行 你要了解到 剛剛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如果它最後現金樓是一個淨數 但是原來你發現 它營運現金樓是一個負數 或者它連投資現金樓都是負數 它所有現金樓基本上 都是融資方面剩下的 其實很大機會 你就要再想清楚 究竟這一件事對整間公司 是不是真是一件好事 這個反而有機會是壞事 因為它債方面亦會多了很多 這個就是其中一點 其實我們用Combination去想 其實現金樓這三個 三件事都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可能性的情況 將來有機會在火程度 都會和大家慢慢去說 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有些什麼問題都可以在我們的專頁找我們 麻煩你 拜拜